跨年狂欢后开车要小心 因为南部有一家四口 他们泡汤之后开车回家 疑似是因为疲劳驾驶 自己撞上了安全道 车子起火 在苗栗也有情侣开车夜游 车速太快 整台车竟然坠落到山谷当中 我先到 我先到 消防人员为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受伤的一对情侣抬了上来 快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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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凌晨两点多 情侣跟朋友在台湾温泉 跨完年后飙速夜游 结果却在山区过弯路时 撞断护栏 直接坠落到60公尺深的溪骨 两个撞着 还好两人命大都没有生命危险 苗栗车祸意外还有这一桩 乡情车疑似基建故障而起火 波及了一旁的环保局机车 烧成了废铁 临时工吓得直发抖 车子基建故障难以避免 但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一家四口开心泡完温泉 但爸爸却因为太累了 在平和公路上撞上了安全岛 整台车起火 还好四个人都被救了出来 驾驶恍神的还有这一辆 差点撞上在国道处理车祸的警车 连驾狂欢 别忘了安全驾驶 才不会乐极生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